美股做好大動港股今早高開258點 開步25113點 不過25000點關口未能夠穩守 指數總不收報24971點 升在116點 而掛指則跑贏 總不收報12490點 升在183點 中一五步位連發三招救樓市 包括降低第二套房的首期比例去到四成 房款公積金貸款首期比例 另外將賣樓免徵營業稅的門檻降至兩年 外房股組段普遍做好 不過升到高位之後就個別發展 中海外升近半城破頂高建27.25後 到跌超過2% 原地就在破頂高建23.9後 繼續企穩23元的水平 中五收報23.5元升超過3% 另外萬科 恆大、融創、富力升0.9至1.8% 其中恆大曾經破頂高建4.24 鐵路基建股即後做好 中交建去年順利 按年增加11% 集團同時計劃將旗下的疏進業務 重組並分拆上市 股價在復排之後曾經升超過1成 破頂高建12.6% 中五就升4.6% 中鐵建去年順利增長近1成 股價曾經升超過6% 破頂高建12.84% 中五升1% 中鐵也多賺近1成 股價曾經升超過8% 破頂高建8.83% 中五升超過3% 中資金融股今日繼續受追捧 內人股方面 中巷破頂高建4.58% 中五升超過1% 而公巷、現巷、農巷升0.8% 至1.6% 而內險股亦都做好 國壽、平保曾經分別升超過3% 和2% 兼齊齊破頂 中五分別升1.3% 和0.6% 新華保險、中國太平、中國太保 升2.6%至3.6% 而財險被大股東AIG配售超過2億股 套現約39億港元 股價今早逆市跌超過3% 焦點股方面 福耀今日首日掛牌 中五報19元 較招股價高1成3 若不計手續費,每手賺880元 而高位電子就收報4.1 較招股價低超過3% 成價匯約股份方面 繼續受內地放寬公務基金 經湖港通南下買港股的消息刺激 港交所今早升超過3% 破頂高建199.2% 中五升幅就收窄到0.4% 而騰訊曾經升超過4% 高建151.4% 創了嘗試的新高 中五就升1.9%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